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款健康小零食 香脆可口 如果喜欢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首先把豆子倒入盆中挑适不好的 然后清洗干净 然后加水浸泡数小时或者过夜 倒入锅中注意不要煮的太烂 我是用的压力锅大概开火煮五分钟就关火 然后放凉 然后滤去水倒入盆中 放沙拉上也很好吃 除了盐和油以外其他调料其实可以自己随便浇 喜欢什么都可以猫一下 油不要放过多粘均匀即可 然后混合均匀倒入烤盘中 首先滑是380度烤20分钟 然后给它们翻面让它受热均匀 继续烤翻动直到酥脆为止 取出晾凉后会更脆 可以装入小瓶中保存 非常简单 如果您喜欢也赶紧试试吧